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659节 云叶重新给求人客拿了一个杯子,倒上茶水,鄙夷的看着求人客说 你可以不送吗?什么时候你都有选择的余力了? 就像大叶海域一样,你有选择的余力吗?你听着,还是那句话,只要一个海盗敢穿过海峡,我就会把它穿到木头上,立在海峡边上 你可以和别的海盗相争,但是大唐的伤骨不能受到伤害 最近,大叶海域的强盗过于猖狂,领南水师准备去剿灭一批 别被水师的战舰看到你,看到你,一样会灭了你,只要是海盗,就在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你也一样 求人客明白,这是云叶最大的让步了 胡同海甚至有些欣喜若狂 领南水师要去剿灭海盗,只要自己这群人,依然老老实实的躲在海岛上,就不可能受到波及 相反,那些高丽人,窝国人,大裔人,还有一些杂毛海盗,绝对会倒大没 说不定,这次战役之后,海上的势力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求人客的目的达到了,就向云叶告辞 临走的时候,抽出了一下脸上的肌肉,对云叶说 我此生,最后悔的就是去了龙幼一趟,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番被人控制 我宁愿永远不回忆起这段记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云叶,神仙就能为所欲为吗? 胡同海生怕云叶发怒,连忙拖着求人客匆匆离去 在他看来,凡人被神仙利用一次怎么看都不算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悲愤的不光是求人客,还有李静和洪福 直到今日他们才知道,豪迈永烈的求人客在云叶师傅手里居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如同布偶一样的任人摆布 这对心高气傲的求人客来说,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李静今天特意向李二请指,带着求人客过来,和云叶商讨南海的事宜 李二认为,需不需要帮着求人客,还要听云叶的意见 所以呢,就派了段红过来,让他带着耳朵听,不许插嘴 他只想听谈判的过程而已 段红似乎发现了一件极大的秘密,那就是有关神仙的秘密 云叶师傅到底是不是神仙,满朝文武都在猜测 抱着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想法 他们认为云叶的师傅逍遥子也不过是以博学的红儒 绝对不是什么神仙,云叶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现在好像有了新的解释 求人客的身手如何,段红知道的很清楚 如果是生死相搏,自己必定不会是求人客的对手 这样的高手在云叶师傅的眼中却如同不偶,真是太神奇了 李静红伏连招呼都没有打,就离开了云家 无论是谁,被人家玩弄于鼓掌之上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所以连带着对云叶也有了看法 段红笑嘻嘻的说 嘿嘿嘿嘿,今日才知道云猴在南海上的威风 求人客在你面前,除了低头之外,毫无他法可想 谁能想到,真正决定大海贵属权的人在长安 而不是在遥远的岭南,云猴真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 有什么话就说,少说一些好听的,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是陛下,不是我 啊,这是自然,只是奴婢很想知道云猴的恩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呀 相信不光是奴婢想知道,陛下一定也很想知道 不光是陛下想知道,我自己都想知道 恩师对我来说就是恩师 一个良善的老人,一个慈祥的老人,一个睿智的老人 一个一辈子不为人知的老人 云叶躺在椅子上,看着外面的空地发呆 小儿子云欢躲在后面玩弄父亲的耳朵,不断的摁下去 然后呢,看父亲的耳朵再支撑起来 他就是这样玩弄旺财的耳朵的 只要旺财趴在地上,他就对这个游戏百玩不厌 如今旺财站起来了,他够不着 于是呢,父亲的耳朵就成了新的玩具 虽然没有旺财的大,他依然喜欢 玩弄的时间长了,就对父亲的耳朵没有旺财的大,就起了不满 于是呢,他就抓着父亲的耳朵,用力的一提 孩子哭了很讨厌,云叶只好抱着儿子去转悠 耳朵好像大了一圈,红彤彤的 顾不上这些,先把小祖宗哄高兴了再说吧 刘尽宝不愿意让小少爷蹂躏他的耳朵,找老钱有点不人道 云叶只好贡献出自己的两只耳朵,让儿子继续抓住 这才天下太平 儿子挚扭的就像那个讨厌的李二 都说这师父已经死了,怎么还是不放心呢 李承财李太不愿意过来试探 就打发李志过来,装着一肚子的好奇,问以前的事情 如果是李志问的,云叶会把他像踢熊猫一样踢进竹林里去 可是看李志尴尬的表情,要是再不知道是他父亲要问的话 云叶就太蠢了 自己不管怎么说,李二都会有疑问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换了谁都不会太相信 再加上云叶的信誉并不是太好,所以可信度就很低了 恰好求人客要过来 李静为了洗清自己,特意请了内侍来监视这场谈话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借求然客的嘴说出来,那可要可信得多 谁知道这件事居然把求然客打击得很惨 时间久了,那段硬塞进去的记忆 如今牢牢的在他的脑子里 越是琢磨,他就越发的真实可信 大脑会自动将漏点自动补充完美 如今求然客的悲哀其实就是云叶造的孽 做了亏心事总会有鬼来敲门的 李二这只鬼如同复古之躯 甩不掉拿不走 只能被动的应对 很想对求然客说声对不起 当然要说也只能在心里说说罢了 求然客的双拳带着风声 一拳拳的砸向李静 李静不断的斩闪腾挪 眼看就要不知了 红服跳进战圈 夫妻二人合力对战自己的败凶 这才堪堪的稳住局面 随着体力的消耗 求然客逐渐平静下来 重重的一拳击打在地上 暂掉了自己全神的力气 张仲坚自语英雄 却被老翁质子玩弄于鼓掌之间 此恨难平 云夜矫际百出 长安城里最难缠的人里面 就有他一个 二哥想要出这口气 恐怕很难 他的家里高手如云 今日观战的那个青年 恐怕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高手 无舍早年就是陛下身边的内侍 如今年岁已高 但是却看着隐隐有返老还童之相 绝对不可小觑 云家被靠书院 欺人意识层出不穷 书院里面机关重重 小妹曾经去过一趟迷林 那片树林里毫无生机 乃是死地中的死地 书院最近也封闭了迷阵 不许学生再进去探秘 恐怕那里也生出了大变故 唯一接近 好在他答应出兵大义海域 应该能对二哥的事业 起到相处的作用 一时之如 不妨放弃 建立自己的国度 才是最重要的 听了洪福的话 求然客回头对李静说 大哥 我以前就认为云夜是一个恶鬼 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他今天旧话重提 就是想在我心里 种些一颗畏惧的种子 使我的武学再无寸进 荒岛两年 我与天争 与大海争风 终于突破以前的桎梏 更进一步 原想着这次回到长安 再见云夜的时候 能降伏心魔 想不到 被他几句话 又被打回原形 他就是我此生最大的魔杖 小弟这就回大明寺 请恩师出手 为我消灾解难 顺便 等着南海上的风波平定下来 我不是没想过 向云夜讨还这个公道 只要心有此念 浑身就会有极大的警照 这是我纵横多年 却能平安无事的依仗 赵云夜报复 恐怕后果堪余 走着看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李静既没有表示赞成 也没有表示反对 而是背着手转了两圈 之后又说道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鬼 你和云夜说话的时候 我分明从云夜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欠疚 虽然只是一瞬 我却非常的肯定 他觉得对不起你 云夜此人是一个真正的怪人 你说他仁慈也对 你说他酷独也没错 他的心很软 但是手段却异常的毒辣 我感觉他就是走了两个极端 这种人心思不定 善恶难分 做事前一刻你还见他 忧国忧民 下一刻他就会摆出一副 奸商的嘴脸 李大哥我怨人无数 这样的极品还是头一次见 我总觉得他和大唐格格不入 难道说 他真的是从神仙地着落到了凡尘 二弟啊 你再想想 第一次见到他们师徒的时候的情形 我们再做判断 秀然客烦躁的摇头说 前一刻的记忆里 我还在大海上 下一刻我就到了拢幼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那里是拢幼 我就是知道 踩到了一丛青草 穿过了一片灌木丛 在一片枯草摊上 我见到了一个先锋倒鼓的老者 正在宠溺的给一个童子说着什么 老者的脸 我似乎看不清楚 见我过来也不吃惊 只和我说 你来了 但是云叶的脸 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很顽皮的一个少年 蹦蹦跳跳的走到我跟前 给我倒了一杯清水 然后却翻弄我的包裹 被我踹了一脚 然后我就和老者说了很多的话 我记不得了 一点都记不得了 下面的记忆 就是我带着兄弟们和海浪抗舟 山一样的海浪就压了下来 刘定谷掉下海里惨毫升 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听完求然客的讲述 李静彻底迷惑了 云叶当初在大殿上 说见到求然客的时候 还是15年前 李静记得云叶当时讲的每一个字 两相印证之下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如今求然客也证明了云叶的话 但是包裹是谁让求然客送的呢 二弟呀 对于包裹的事情 你还记得多少 不记得了 完全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 那个该死的包裹 到底是怎么到了我的肩背上 我甚至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去拢用 我只记得荒原 记不得自己走过的那些市镇 难道说 我一夜之间就跨越了万里之遥 求然客又暴怒了几类 如果云叶在这里 就会知道 这纯粹是一种癫狂症状 李静却认为 这是求然客在发怒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 只好温言安抚自己的兄弟 进长安的求然客豪情万丈 此时的求然客 只想快快的跑到扬州大明寺 请师父给自己念无数遍的清新普善咒 犯愁的不光是李静 李二长孙也在倾听段红的讲述 这段讲述 段红已经讲述了三遍了 依然是一字不差 长孙叹了口气 问皇帝 二哥 你不是已经不再纠缠云叶的师门了吗 为何现在要救世重提呢 这不是您做事的原则呀 朕不想知道云叶的师父是谁 朕只想知道白玉京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和我们作对的那个白石公 最近换了主人 就是那个叫做韩哲的 他们现在已经舍弃了超人的世外地位 开始全面的融入大唐社会 越州传来消息说 大唐商人和哨受云叶所托 向龙虎山出售了韩哲带来的朱纱 给白石公在越州置办了16家店铺 最近已经开始由一个叫做 庞准的和洛商人接手 你知道庞准以前是做什么买卖的吗 人皮 表面上他专门做珠宝生意 可是暗地里他向中原的乌人 运输人皮 用来制作人皮骨 听说他们运送的人皮 制作得非常精良 该杀 这样的畜生 陛下为何还要容忍他 活在这个人世间呢 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啊 长孙豁然已经站起来 大声的向皇帝建议 他的手都不由自主的发抖 自己的子民被人家剥皮贩卖 这样的人杀一万次 他都不觉得解恨 杀不成啊 因为那些人皮 都是吐蕃的上师亲自制作的 在吐蕃 本来就是一种灵物 一种商品 我命密探们仔细勘查 只要那些人皮里有一个是唐人 朕就会把他碎尸万段 可是啊 皇后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汉人不合格 只有最虔诚的教徒的人皮 才能有资格制成人皮骨 一般的人皮根本就不能用 在吐蕃是非常忌讳的 每一张人皮 都是价值千斤的稀罕东西 每个巫人 都以拥有一面人皮骨为荣 长孙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听见皇后这么说 重新镇定下来说道 哪怕如此 依然该杀 李二黑黑笑着说 皇后 这就不知道了吧 被剥皮的人 是自愿的 我特意问过陆东赞 陆东赞尽管非常不愿意提及此事 最后还是告诉朕 的确如此 被剥皮的那个人 确实是自愿的 他们认为 这是把自己献给天神的最佳途径 出于对剥皮的忧虑 朕必须搞清楚 白玉京和白石宫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如果白石宫真的开始转化 朕会给他们一些忧待 如果恶毒的宗教入侵 朕立刻将他们连根拔起 杀个寸草不留 长孙叹了口气 不再说话 他明白 当一个国家齐心协力 对付外敌的时候 总能轻易的达成一致 因为这和所有人的利益有关 一旦把目光从外面转向国内 想要做任何事情 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时候 难免就会出现摩擦 勋贵挂刺史贤这件事 自己费尽了口舌 才让自己的哥哥 接受了赵州刺史这个职位 满长安的勋贵里面 恐怕只有云叶担任 岳州刺史 算得上是心甘情愿的 藏玄陵杜如悔 魏征 长孙无忌 戴昼 高士连 这些人 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的 都想留在长安 只有云叶一门心思的 想跑 陛下正在酝酿 铜钱风波 这个时候 还要兼顾乱七八糟的邪教 真是让人头疼 想到这里呢 就来到李二的面前 温延岛 切身认为 您不该多想这些事情 云叶恐怕比您还痛恨这些人间惨事 说不定啊 这个白石宫的变化 就是他有意为之的呢 对内轻柔和缓 一向是他的做派 能在无声无需间 替皇家永久的除掉大敌 这才是臣子该做的 您的臣子都很有才华 您不必忧心 老一辈的臣子 正如您所料的那样 在逐渐的退出权力圈子 新一代的臣子 已经能堪大用了 这是您多年培育的成果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李二哈哈一笑 颇有些自得 只要李太的船 真的可以飞起来 他就会趁势 放出大量的铜钱 从前期放出的那部分铜钱 引起的效果来看 他还是很满意的 李太在造船 云野也没有闲着 神通广大的和哨 居然真的给他弄来了食品 我换步 有了这个东西 热气球点火的口子上 就有了最好的材料 叶子 你这是给哥哥 我出了一道难题呀 幸好哥哥 我交友广阔 多方打听 才从一位骑商手中 购得了此物 乃是西式珍宝 烈子有记载 搜神记上也有记载 晋人甘宝说 炎火之山上有鸟兽草木 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 故有火汉部 非此山草木之脾喜 则其鸟兽之毛也 你说真不真贵呀 说完话 就掏出一小块白色的布料 给上面涂满了酱肉的肉汁 看得星月是非常的心疼 他也知道火焕布 得到一寸呢 都算是宝贝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